好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平安 好 感谢主 在这个主日 我们一起来到神殿中 能够有机会这样敬拜赞美神 学习神的话语 这是我们的恩典 其实我们看到前几天 美国在 击杀了伊朗的一个高级官员 中国伊朗开始报复了 所以说 我们看到也有一架客机 被袭击有100多评论词了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平安 我们没有在宠里面才有两个评论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 先做一个节奏的报告 请大家一起进行 赞的天赋我们感谢赞美你 赞主的清晨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现场敬拜赞美 谢谢你 彩排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身流血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福音 使我们今天 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 在这里敬拜你 主我们感谢你 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 来光照我们每个人 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能够空空而来 保保而去 也求主你亲自来使用你卑微不配的仆人 借着孩子的口 能够传讲书你的信息 把你得救的见证 能够分享给大家 我们感谢赞美主 又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 也保守我们众人的耳朵和孩子的口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感谢主 进入2020年 有多少人知道教会今年的主题 进门的时候应该能看到有一个大牌子里面 叫活出基督的生命 那这些经文是在 能够在这个主题下 努力地去践行圣经里的话语 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那我们知道 今年整个教会讲道的主题是围绕约翰福音 那上周刘御师讲的是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 也是说讲道成肉身 那今天我就继续来接着 从十九节到五十一节 来继续讲 耶稣竟然是道成肉身 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他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为什么要信他 我们从三重的见证方面来看 我们为什么要信 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讲到信 那我就开始先用一个例子来和大家讲一下 假如今天我们请您吃饭 到隔壁一个餐厅 点了一桌菜 上来之后 各位会不会先找一个银针 到菜里去插一插 看这银针有没有变黑 这个食物有没有毒 有人会这么做 我相信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相信说这个饭馆 经过美国食品安全局验证 或者是他经过美国各种部门的监管 他买的食物 他做的饭是有安全保证的 政府才会让他开业 同样 你回到家里 是为你预备的可口的饭菜 或者是先生太太 为你做的可口的饭菜 你会不会拿一个针去试一试 有没有毒或者怀疑 这饭能不能吃 我相信你也不会 为什么 这是一份信任 或者一份信 那这是从人来的信 那我们既然是基督徒 我们要讲的信 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我们从圣经里看看什么是信 那我们先看一些经文 在《创世记》十五章第六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神 神就以子为他的义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经文 我们知道 这个信 亚伯拉罕这个信 他信神 神就称他为义 为义人 所以说 那这从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开始看 就已经有了信这个概念 那这个信的概念 真正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在《格林多后书》 第一章第二节 也有一个解释 那这个解释是 保罗讲的说 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 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这里有一个括号 说 诸实在 原文是阿门 原文是阿门 所以说 这个词 如果在 西伯来文上 有一点点认识的 可能有很多人 会知道这个 其实这个词 从大家的 右边向左读 是阿门 这就是西伯来文的原文 阿门 所以说 什么是信 信就是 相信神是实在的 亚伯拉罕 因为相信神 他在百岁高龄 仍然能生以撒 得了一个应许的儿子 所以说 成就了他的万国之父的美名 也成了我们信心的 一个坚定的属灵的一个先辈 所以说 这就是信 那既然讲到信 我们 就从我们今天读的这个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九到五十一节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 耶稣基督 他之所以道徒肉身 有哪些方面让我们信 我们通过三部见证来看 那我们先看 这第一段经文 是第一重 也是施洗约翰给他做的见证 我们先来读一读 十九节到二十八节 好 请 约翰所记者见证 现在下面 有太子从耶路撒拉 还基里斯所以为 他问约翰 问他说 你是谁 他又说 并无隐瞒 您说 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 这样 你是谁呢 是鱼雅 他说 我不是 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 不是 于是 他们说 你到底是谁 叫我好回虎 拆入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那在靠野中 是喊着说 修理主的道理 正如先知 带亚所说的 这些人是法利赛养拆来的 他们就问他说 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以帝啊 也不是那先知 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和他说 我是用术以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就是那在我一后来的 我给他携带的也不配 这是在约翰河外 和大尼 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那么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施洗约翰本人 他虽然当时很有名 很多人在约翰河 来找约翰去受洗 施洗约翰本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 当这些法利赛养拆人 来问他的时候说 你是不是旧约翰的那一位 你是不是那位先知 你是不是基督 那施洗约很明显的 告诉他们 我不是 我是那位 在他之前来的 为他做一切预备 也是说 他知道他自己是 耶稣基督的先尊官 在耶稣降世之前 他来先预备这一切 因为在以赛亚书40章 第三节就这样讲 在旷野里 必有人声喊着说 要修之主的道路 所以说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这样讲 但是有很多人 可能还是觉得 你为什么 那还要给我们来祈礼呢 施洗约翰讲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将来有一位 比我更大的 要用水和圣灵给你们施洗 所以说 我们看这个词 在旷野里有人声 就是说 旷野这个词和圣经里的 亚拉巴这个词 是同一个词 在西伯来文中 阿拉巴 阿拉巴 这个词 原意的意思是 约旦列武 大家看旁边那个图 就是我用红色圈起来的 这一块 就是 这个旷野或者是 亚拉巴这个地方 那在圣经里有 旧约圣经里有 多达18处 记载 亚拉巴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指 从约旦河 在黑门山下的发源地 一直到死海的南端 这个长度差不多有460公里 一个狭长的地带 一个河谷的地带 而且这个地方是世界上 海拔最低的地方 大家如果学地理的时候 当年应该知道 死海在世界上 海拔是低于海平面 差不多一百多米 四百尺 一百五十米 这四百多尺一样 所以说这是一个 在地球的陆地当中 海拔最低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耶稣在那里 受了施洗约翰的心 受了施洗约翰的心 那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施洗约翰自己知道 是做这样一个先锋观 所以说他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预备人的心 所以说施洗约翰在旷野里 当时讲的话是什么 他说船悔改得到 船悔改得到 所以说他讲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悔改 那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整个旧约时代的末期 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末期 以色列人去拜那些假神 拜偶像 远离上帝 所以说神借着很多先知 其实向他们来传信息 让他们悔改 但是以色列人都没有悔改 最后导致以色列被国南国相继灭亡 然后紧急着进入400年的承诺期 以色列人被抛在列国 游离失所 然后一直到耶稣降生之前 以色列也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换句话说是一个殖民地国家 没有自己的主权 没有自己的地位 所以说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施洗约翰来了 是先预备人的心 让这些以色列人听见这样的声音就知道 应当悔改 归向城 来认识神 那我们再来看施洗约翰见证的第二个小点 经文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一起读不清 次日 约翰参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灭的 这就是我曾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反正在我以后来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认识他 如今我们来入水施洗 为了叫他献云给以色列人 所以说 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来是三节经文 他看见耶稣来 向他来寻求施洗的时候 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灭 他为什么讲耶稣是神的羔羊 他不讲耶稣是神的公牛 那这里我们就再向前看圣经 我们知道余月节羔羊 羔羊就是 从余月节的献祭开始 当时余月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十二章三到十三节 这个故事的更改 我简单描述一下 当时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 唯独四百年 但是埃及人不带他们 他们强生虎求 神就拆派俄西去带他们出埃及 但是法老这两百万左右的努力 法老是不甘心放弃的 所以说法老很放人 那神就降十灾给埃及 所以说第十灾就是击杀埃及所有 投生的牲畜和长子 所以说降十灾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受到这样的灾祸呢 就因为他们在余月节上 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杀一只羊 把杀的这个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 当天使夜间出来巡视的时候 发现门上抹了羔羊的 就越过去 所以说叫余月节 所以说以色列的全家就得以保全 但是当夜埃及地变满了大的哀嚎 为什么 因为长老还有上至长老下身平民 所有的长子和投生生畜都被击杀掉 所以说余月节是纪念神保守以色列人 顺利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所以说余月节对于神来讲 祂是借着一个羔羊的血来拯救了一次猎人 那同样耶稣基督降世也只有一个目的 祂是来为我们做救赎的羔羊 所以说祂把自己一次献上 完全地成就了那美好的除罪景 所以说救予里面我们发现除罪的方式有很多种 当年祭司在圣殿里 每年或者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祭物去献祭 献到台前 为什么 因为人有各种不同的问题来到神的殿中 寻求帮助的时候 祭司先知就开始在殿中来为以色列人献祭 我们发现这些献祭都是有时效禁物 也就是说这些禁物 献上今年献完了一个羊 作为我今年的输罪祭 但是第二年这个以色列人还要牵一头羊到殿前来献祭 如果大家对献祭感兴趣可以去读立位记 很多都是献祭的说明 那么为什么讲耶稣是这样一个神的羔羊 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知道 耶稣基督来在2000多年前盯死并去复活 他完成的这个壮举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完美的献祭 他的这个祭物没有时效禁物 是永远有功效的 而且是完美的一次现场 就永远解决了人和神之间 因罪而产生的这个洪空 所以说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 从人通向神的一条通路 让我们人和神从未与好 所以说这是神的羔羊这样的一个谈议 那么赎罪羔羊这样的一个预言 在旧约里面很早就有记载 如果大家对旧约以赛亚书比较熟悉的话 其中有一章你一定要再去读一 那这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 第53章里面讲的基本都是 关于耶稣整个他的出生 他的情况 他的成长 他的死 他的埋葬 那耶稣整个的全部基本都在以赛亚书 第53章里面 所以说这是一卷非常让人信服 也是让人震惊的一本原书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一本原书 在1947年以前 1947年以前 很多不信耶稣的一些人去攻击基督教 就是说以赛亚书这53章写的这个预言太真实了 一定是你们后人添加上去的 根据耶稣的生平事迹 你们写了一卷书 天上就说是你们 圣经的53章 这以赛亚书53章 但是当时因为手里仅有的抄本 没有能够证明说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 能够写成这一部书 所以说当时即使我们很多地球姐妹很多神学家想反驳 但是没有太多的圣诀 直到1947年有一个小木桶去放羊的时候 在山里找羊的时候往山东里去丢失 发现有一个声音咚咚 好像打破把关的声音 他就进去 发现有一些古老的羊皮券 他就反正总是拿了去换几个钱 然后就拿到歧视上 结果后来被这个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 叫陕族 他就研究近东和远东的这种陕族文化的一个教授 发现这个是一个犹太文的 这个圣经的 这以赛亚书的一个藏片 所以说他就说这哪里来的 最后找来找去 发现了死海虎卷 死海虎卷2014年在加州 在加州展出过 当时在马路边的大狗包牌 死海虎卷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 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缺 而且这个书 在考古学家各方面的验证之下 是公元前100到150年之间写成的 也是当时犹太人 有一个困难群体 他们是把这个可能因为战乱 把手抄的圣经羊皮卷 塞到这个瓦罐里期待 还能再回来去 结果因为战乱可能他们死在外边 或者怎样流离在外边 最后没有回来 被武统发现 所以说神就是这样借着他的奇迹的手 保存了这样的一个证据 像是来证实他的化石可信 所以说以赛亚书 在耶稣基督降征以前 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写成了 并且流传超本很多 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 以赛亚书赛物三章里面写的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向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向羊在捡牢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和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回仗 人的态始他与恶人同葬 同埋 随着他死的时候 也有恶人同葬 如果读到这 大家可以想 今天我们在后面向前看的时候 耶稣死的时候 左边右边听的是强盗 所以说他和恶人同死 葬的时候 他是被一个义人约瑟 自己的坟墓 但是因为耶稣死了 他就提前把耶稣先放到他的坟墓 所以说他死的时候 耶稣葬的那个坟墓 是一个妇人的坟墓 所以说以妇人同葬 这所有这一切 当然圣经里不止这一点点语言 说这一部分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明家书第五章第二节讲 伯利恒你虽然在出生中最小 但是将来有一位 王在你哪有出生 那耶稣降成的地方 我们刚过完圣诞节 大家一看还有一个 就是出生在伯利恒那个小城 所以说诸如此类 圣经中 关于耶稣的预言 在旧约里面有无数个 如果有心去研究 我们会越研究越发现 我们信的这位神 真的是让我们 心服口服 如何推理 所以说我们今天 能够来到这里 站到这里 或者是大家坐在这里 我们能够听见神的信息 透过这样的见证来认识他 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里 施洗约翰也讲了一句话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倒在我以前 因为他本是在我以前 这也证明了 耶稣也是旧约的那一位神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旧约和新约的关系 旧约是预表 新约是实现 所以说旧约里面讲很多预言的事情 在新约里全都实现了 当然可能新约里还有一部分 今天还没有实现 是比如说像主耶稣再来 这个事将来是要实现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看出 只要圣经里写的预言 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 因为他是阿门的 他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说他是说有就有命的就有 所以说神从来没有说谎话 也不会说那些希望的话来欺骗 那他为什么是旧约内神呢 施洗约翰本身这个见证 如果大家熟悉路加福音 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施洗约翰本身的出生 就是一个神迹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和母亲伊丽莎伯 两个人在圣殿中服侍 他年老的时候仍然没有孩子 但是他们是义人 非常得神的喜悦 那天使就领导他 在他年迈 差不多年迈不能生育的年龄 我估计叫六十七十 这个时候 天使向他说 你必要生一个儿子 起名叫约翰 连名字都不太起号 但是这个 这个撒加利亚还是有一点点小心 他说 哎呀我都说 我的太太已经到了这种不能生育的年龄 难道还能有孩子吗 天使说 就因着你这样的不信 你就变成雅巴 直到你的儿子出生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 一直到 他的太太就怀孕了 怀孕之后 又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 在几个月之后 六个月之后 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了 这个时候 耶稣在玛利亚的怀中被圣灵干了 所以说 玛利亚也怀孕了 玛利亚期间已经差不多 这是他的亲戚 所以说 实习约翰和耶稣 在肉体的关系上 肉身的关系上 是 他怎样的关系 也就是 不管是长兄弟 或者是表兄弟 总之来讲 他比耶稣 要大六个月左右 从圣经里 我们可以读到的 就是这样的信息 所以说 他讲说 那再过以后来的 因为他比他大六个月 早六个月出生了 然后他又 很早的就出来 在约旦河谷 他住在旷野里面 他穿的是 肉托皮 吃的是蝗虫 野蜜 都是很环保的东西 当然 蝗虫和野蜜 在圣经里 也是圣经的时候 洁净的时候 蝗虫是洁净的 虽然大家看 蝗虫都飞来飞去 到了哪里 哪里就变成了一片荒凉 有黄灾的时候很可怕 但是蝗虫本身 在圣经里是 洁净的一种昆虫 所以说 世纪约翰既然是这样 他很早就出来 所以说 他的成名比耶稣 要早得多 我们知道耶稣 在三十岁之前 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 就是在木匠的家里 可能帮父亲 坐个桌子 坐个椅子 坐坐木匠 或者打把手 你看 虽然圣经里没想 但是想 可以想一想 子熟父业 爸爸是木匠 你儿子还能干什么 所以说 耶稣三十岁之前 是木匠的文 但是他 三十岁才开始出来 在加利利 开始转 然后到约旦河 到国大里外的约旦河 找施洗 约翰施洗 施洗以后 才是神工作的开始 因为施洗约翰 帮他已经开始 传讲天国的福音 传讲为改的道 预备人心 预备人心就是 在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七节讲到 就是说 好让这些人 因着耶稣的来 而认识他 所以说 这是施洗约翰 所做的工作 就是预备好 预备好 预备好 这些 以色列人的心 让这些人 能够来 等耶稣来的时候 能够认识耶稣 因为施洗约翰 通过自己的经历 他知道 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一位神 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一位神 所以说 他知道自己和耶稣的差距有多大 所以说他讲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真正的就是这个 我们和神的关系 在神的眼里 如果真的按照能力 智慧来分的话 就是一个蝼蚁 连解鞋带都不配 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在异乡中 见到神的时候 出道在神的面前说 我是嘴唇不及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及的民中 我要死的 因为我见到 万军之耶 华安荣末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人和神之间的这种差距 实在是太大 若是神不连便我们 不借着耶稣基督 到处不入身 显现给我们看 我们今天哪里知道 是神造的我们 所以说今天 就即使这样 还有这么多人 今天在拜各种偶像 拜菩萨的 一个菩萨 菩萨很多都是人造的 没有说哪个菩萨 是天然形成的 这个地方 风吹日晒 就变成一个菩萨 让大家去拜 都是 不管是石的 木的 或者是其他材料的 都是人手 雕刻加工出来 涂上金粉 涂上什么 放到那里 大家去拜 大家说 保我身份 保我发财 如果真的来了一把火 这个木头的雕像 都会烧灭的 他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 他怎么能保护我们 所以说我们既然要认识 就一定要认识这位真人 要信 就一定要信那个真正的 能够对我们有帮助 那我们继续来看 32节到39节 是约翰对他做见证的第三部分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能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是指望 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的施洗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再次 约翰的姑娘们 站在那里 她见耶稣经客 就说看了 这是神的高党 人们看见他的话 就跟着耶稣 耶稣转过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他们说 在哪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 却与他同住 约翰又生证了 那施洗约翰 见证了另外一个点 就是他亲自的证明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就引出来 有一个天处 如果大家读到使徒心乱开始 就还有一位圣灵 因为耶稣升天以后 降下圣灵宝贵师 所以说 三位一体的神 在耶稣受洗的那一时刻 同时向我们显现 圣灵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提到三位一体这个词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信仰根基 就建立在这个 三位一体的神之上 至于三位一体 具体是怎样的 可能今天我们用各种 不管是用水的 固态液态气态 来预表 或者有的人用其他方式 怎么来解释 我们可能都不一定 能解释得清楚 因为这是属神的奥秘 对于我们人来讲 我们的智慧太有限 即使你今天拿了两个博士 拿了三个博士做博士后研究 你对三位一体 你也没还用语言去描述出来 那耶稣受洗的时候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马太 马可 路加和约翰都有记载 其中马太福音描写的比较 比较全 详细一点 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七节描写的 当耶稣受洗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有声音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主我所喜悦的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时刻 不但被施洗约翰见到的 被耶稣的一些门徒见到的 更被当时很多的以色列人见到的 这一个时刻 见证了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三位一体中的那位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同旨 同荣 同尊 既是有三个不同的位置 又是同一位神 这就是神的奥秘 这是神的奥秘 那施洗约翰亲自用这样的一个 他见到的这样一个见证 向我们再次的证明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圣子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 那后面 这一段经文的后面 当耶稣来的时候 施洗约翰一直说看那神的羔羊 然后他的两个门徒就跟过去 前面我讲了施洗约翰和耶稣 一个这样一个这样 耶稣在这里 施洗约翰在这里甚至还要比 但是施洗约翰没有说 因为我的名气比耶稣大 因为当时他的名气的确比耶稣大 耶稣在当时就是一个明无见经传的 拿撒勒地方的一个木匠的儿子 没有人认识他 所以说施洗约翰则是明满整个 以色列全地 他是先知 连西律王都不敢杀他 都不敢他 最后虽然还是杀了 但是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自己讲的话收回去了 所以说 就是这样一个有名望的人 他没有说这些门徒跟着我 挺好的 你们不要跟耶稣 还要来跟我 他本来说 把这些门徒指向耶稣 所以说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讲 我们带人信主 不是把人带到我们面前 也可能你很有恩赐 很有才干 很有能力 很有权力 但是你带人归主的时候 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那里 你说你认识的是神 不是认识的我 我也是一个人 我也有我的弱点 有我的缺点 所以说 我有时候我也会失败软弱 你不要看我信主 而是看圣经里记载的那位神 看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所以说我们的目的 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他 把神引到人面前 这个是世纪约翰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访议 那我们继续向下看 请 听见约翰的话 跟祖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 于是请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那这个 刚才这段经文里面 有两个括号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弥赛亚是什么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 我信基督 信耶稣 其实我们一直在信弥赛亚 弥赛亚的概念是 源于以色列人对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一位 也是耶稣 这个旧主的一种盼盼 所以说是弥赛亚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 约翰的儿子西门 就是彼得 彼得 这个 这个爸爸 这个约翰呢 是重银 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很多约翰 有施洗约翰 有门徒约翰 还有这个 彼得的爸爸约翰 约翰在哪 他可以称约翰 所以说大家读的时候不要混了 那彼得 这个名字是耶稣基督给的 其实在其他旧主里也有 耶稣在给彼得改名的时候说 你要改名叫彼得 彼得的意思翻译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法是翻出来是彼得 但彼得还有一种意思就是 潘石 所以说 他是耶稣的大民族 所以说耶稣说我要把你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的潘石上 所以说 当《使徒行传》里面 彼得讲道说 一天有三千人有五千人信 这是因为神与他同在 要建立他 所以说 这是彼得改名他 那下面这几个就是 门徒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旧约里来的那位神 首先第一个是安德烈 安德烈是彼得的哥哥 那他很简单就是说 当《使徒约翰》指向耶稣的时候 这是神的羔羊 因为他跟《使徒约翰》 应该有一段时间 最早安德烈和另外一个文童 是跟《使徒约翰》的 所以说跟了有一段时间 他们本身又是以色列人 又熟悉旧约圣经 所以说当《使徒约翰》证明 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们就也对耶稣产生了信心 所以说当看了耶稣的时候 他们就愿意去跟耶稣同住 所以说他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当他知道认可耶稣是弥赛亚 这个身份以后 他第一时间是找到他的哥哥 把西门彼得带到他的面前 很简单 西门彼得对耶稣的认知 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到 他也是说 说主啊 你就是基督 是永生成的儿子 所以说他 彼得的认知和安德烈的认知 这兄弟两个认知 对耶稣都非常的单纯 都非常的单纯 那弥赛亚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受高者 因为在当时旧约当中 受高者 只有君王可以受高 祭司可以受高 先知可以受高 所以说弥赛亚那名要来的王 耶稣是配得这样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再继续看 第二个文徒给做的见证 请 又四日 耶稣想要往家里去去 遇见斐利 就对他说 来恩从我吧 这斐利是佛塞大人和安德烈的 一个合成 斐利找着拿大叶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之所进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的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的儿子 耶稣 这里第二个是斐利的见证 斐利这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那斐利的见证其实 他见证的是 耶稣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 他直接说耶稣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 那旧约里 在圣经纪十八章十五节和十八节 神明记十八章十五节十八节 都有预言就是说 将来我要从你的弟兄当中 就是从摩西 以色列人的弟兄当中 兴起一位 向你 我要把当奖的将给他 他再将给你 所以说 耶稣就是 当年神对摩西所预言 旧约里要出现的那一位 所以说这是斐利 斐利的口讲出了这句话 耶费利知道这位神 就是旧约圣经里远的那一位 那我们再继续看 第三个文图 前面这两个可能都很简单 圣经里只有一两句话 我们来看重点 来看拿蛋叶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 请大家一起 拿蛋叶对他说 拿法的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当费利说 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蛋叶来 这就指的他说 看 这个是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回家 拿蛋叶就是 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的呢 耶稣回答说 费利还没有招呼你 在胡瓜老师底下 他就看见他 拿蛋叶说 那个你是神的 是以色列人 从拿蛋叶身上 我们看到的一个见证是 从拒绝到相信 当费利找他的时候 他根本不相信 不羡慕 你去读路加婚姻 你会发现 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 进了会堂去读圣经的时候 读完之后 和会堂的人 就把他赶出去 因为什么 因为觉得 拿撒勒人根本没有出过什么名人 你一个无知的小民 上台来宣教什么圣经 所以说 没有人能够 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所以说 拿蛋叶也是同样 这些字典 他对拿撒勒那个地方 能出什么 出名的人物吗 所以说 一开始是拒绝的 相信耶稣不可能是那位神的儿子 但是当费利 拉着他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第一句话 对他讲的时候 他说 看得通了他的本人 说你是真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 真以色列人 什么是真以色列人 就是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人正不正直 或者心里有没有诡诈 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外表都可以伪装得很好 但是你真的心里有没有诡诈 上帝知道 自己知道 所以说 当上帝说这句话 从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拿丹叶就犹豫了 说你从哪里知道我 你为什么知道我 我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耶稣回答说 非得还没有招 你再挖过去一下 我就看了你 拿丹叶直接就相处了 改口说 拉比你去神的 是以色列人 所以说 拿丹叶经历 这样一个从拒绝到相信 是因为他 亲自的感受到了神 在他身上显出的那种能力 若不是神有这种能力 没有人就让人见了 见了别人第一眼 你就知道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心里没有诡诈的人 我们谁也突然讲这个 更不要讲 这个人之前在哪里 所以说 当他愿意想起耶稣是神的 是以色列人的王 他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多的旋律 直接就开始 口称耶稣基督为拉比 拉比是非常尊敬的成熟 在当时的以色列人 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是以色列人的王 那我们知道 约翰福音的主旨 其实讲的就是讲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而以色列人的王 是马太福里面讲的 耶稣是以色列人的王 所以说 拿丹叶行这句话讲的是 两篇福音处的主旨 是讲的讲的 那简介让我们看 最后两节 耶稣对他说 因为我说 在文化果树底下 看见你的 你就信说 你将要看见 你这更大的事 又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 你们将要看见 天开了 神的使者 上来 下来 再来 那这里 耶稣讲 让人看见更大的事 那什么是更大的事 不是看见一个神迹 假如今天说 有人能够 把水变成酒 可能你也觉得他很厉害 有人能够说 这个祷告 让人得医治 你也觉得说 他很神奇 但是神迹 其事固然好 不认耶稣也亡 魔鬼也信耶稣 也信神 但却是占尽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神是唯一的 今天如果我们把 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神迹奇事上 建立在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这个基础上 那我们的信仰跟基 可能不稳 可能有一天 风吹雨淋 就像建在沙土上的房子 跟基倒了 这房子就会倒了 所以说 我们要看 那个背后更大的事 那什么是背后更大的事呢 就是 真正认识耶稣基 本身 那今天我们 很荣庆 也很幸福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属灵先辈 为我们 做了很多 这个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有很多有据可疑 知道 耶稣曾经 在十字架上 丁死又复活 建立了教会 然后又升天 在父的右边 为我们带走等等 这是 但是 耶稣来也做了那个完美的 救赎计划 做了那个完美的救赎计划 那这个本质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来讲它这个本质 比如说 在一个村的边上有一条河 然后一群村民 说这个河里有金煞 大家去淘金 然后每天大家就去淘金 但是 淘金 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如果真正的往深里去思考 就是说 这个源头在哪里 如果你淘金只是说 弄一点金煞 金粉去换一点小钱而已 如果有人真的 说愿意找那个源头 就说这个金煞是哪里来的 是在河床底下有矿脉 还是在河的上游有金矿 如果你要去想到这里 找到那个源头 这个人就发达了 同样 我们很多时候 今天我们看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看败也在的表现 不要说 因为鬼扶了你 你就高兴 耶稣说 要因着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才会高兴 所以说 我们今天要认识到背后 那位真实 我们要看到那更大的事 不要被我们很多时候 表面的事情 所蒙蔽的眼睛 那耶稣自己 也在被自己做见证 他说 你们将来要看见 神的使者 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为什么在他的身上 上去下来 人子这个词 在约约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就有二十五词之多 他既然能够被使者 踩着上去下来 就像一个蹄子一样 就像一个蹄子一样 那为什么像一个蹄子 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今天 相信的主我们知道 我们的得救是 因着耶稣基督的蹄子 是因着他在实际上 被我们撕裂的身体 我们才得救的 我们就知道 他其实就是自己 变成了那个通道 变成了那个蹄子 所以说我们今天 要上去 要踩着耶稣基督的蹄子上去 所以说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因为耶稣 在这里 那这个 如果有读圣一部戏的人 会发现在 《创世纪》二十八章 雅各在逃难的路程当中 头枕着不离那个地 睡觉的时候 也做了一个梦 梦见 那个地方 有一个 天的 天开了 然后有一个梯子 这立在那里 有神的石头上了下去 然后紧接着神的大地域之后 将来 雅各就成了 以色列人的仙徒 也是成了一个 不离的为了 要神赏赐给他很多的福气 那同样 耶稣基督人子 今天我们相信他是人子 就是我们相信他 为我们做了殊罪告仰 打开了我们人和神之间的通道 成为了我们那个可贵的中宝 这个在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 老约翰在年迈的时候写到 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宝 就是保证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 保证我们将来 在死去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罪不被神清算 因为神说 因为你信任的儿子耶稣基督 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我已经看了你 所以说耶稣基督是他可贵的中宝 那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是 耶稣整篇都是在祷告 也是以中宝的身份在为我们 为当年的门徒 为众教会来祷告 所以说这个中宝的身份是 我们今天得以占领在这里 成为神而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证 那通过以上的见证 那见证其实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也讲 见证若非两三个人是不可请的 所以说我们不管通过十七约翰 通过几个门徒 还通过耶稣自己这个见证 都可以证实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那一位神 他就是那位神的羔羊 他也是神的儿子 他更是仁子 使我们能够得救 那这个见证其实要让一个人相信 首先做见证的人要可信 如果这个人像马尔小 放羊那个马尔小一样 他最后喊狼来了 没有人去帮他 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讲假话讲的太多了 所以说狼气是来了也没有人去到 但是我们发现 不管施洗约翰 还是耶稣的那些门徒 还有耶稣本人 从圣经里看 这些人都是可信 施洗约翰不用讲了 前面我们做的事情 他那个门徒拿单叶 本身是正直 没有鬼诈人 这个今天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 可以说我就是一个正直 没有鬼诈人 我相信我们可能就不敢去这样的事 那耶稣自己就更不用讲 他的可信度就更高 耶稣自己 包括他钉十字架之前 没有任何一个法品被人所来抓住 换句话说 钉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是能够被他 所以说最后 钉在牌子上 写了几个字 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其实他本身也是犹太人的王 所以说耶稣也是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说他的见证也是可信的 那我们不但自己要认识神 要相信他 要相信他是道成若生来的那位神 更要把不认识的人 领到他的面前 这个才是我们学习圣经 我们成为神儿女 最重要的人 如果今天你身边还有没信主的亲女 周边还有没信主的朋友 同学同事 亲人好友 你愿意把他带到桌面前来认识他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维影诗歌》 好 请大家祈祢 我们一起唱一首《维影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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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ntly唱一首《维影诗歌》 Leah SD、ref wert,唱一首《维影诗歌》 衣。 全部歌 elements yani得演唱一首《维影诗歌》 祈祢 主歌唱一首《维影诗歌》 这是總维影诗歌声 各位唱歌唱一首《维影诗歌》 因声合唱一首ner 耶稣神高养 贼得大赞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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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神高养 贼得大赞 美